各位小財神,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是寶可夢 今天的主題就是你看到的這個畫面 現金回饋信用卡全攻略 噔噔!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寶可夢忽然間出這個專題 這個非常的有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簡報你就知道了 其實就是因為昨天剛好有一個粉絲朋友 他就私訊也順便寫信給我 他問我說 寶大能否請您擺盲當中抽空做一集 現金回饋卡的比較 我再找累積型的信用卡 那不是將現金回饋折底下一期的賬單 很多的信用卡在網站上面 並沒有做完全揭露累積型 或者是下期賬單折底的類型 謝謝您 這個問題非常的有趣 那也勾起我的好奇 所以我就直接回信說可以啊 但是呢 需要時間 跟精力 那你是否願意就是贊助寶可夢一點 然後他就真的立馬就贊助了一千元 那我就覺得這個還蠻有心的 雖然說一千塊說多不少 一千塊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但是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大家的鼓勵 所以既然 大家都這麼有心想要學習 我當然很樂意就是 貢獻我自己本身的所知所學啦 所以 今天早上 立馬就完成了這一支影片 然後就是立馬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就是我們 整個故事源頭 接下來就是正題了 我們的全攻略呢 這支影片有幾個重點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現金回饋卡的種類有哪些 因為這個很多銀行 他們在推陳出新這個新的產品 他們做了很多的變種跟包裝 到底有哪些現金回饋信用卡的類型呢 今天會跟大家講 第二點的話呢 是依不同的類型 然後來推薦信用卡 這一次給我們總共整理了 15張現金回饋信用卡 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來看看 這應該是全台灣最完整的攻略了 第三的話就是 魔鬼藏在現金裡 到底有沒有哪些用卡 注意事項要提醒大家的呢 這邊也整理好了 所以本集的內容非常的扎實 請你一定要立馬 按讚留言分享給你的親友 因為非常的重要 全台灣最多人使用的 就是現金回饋信用卡了 所以這集一定要來看哦 好來重點第一個 現金回饋信用卡的種類 有哪些呢 好我準備了三個不同的類別 第一個就是這個 次期回饋到銀行帳戶的信用卡 這叫No.1 No.1其實也是目前市場上 最受歡迎的這種類型 他最簡單的說法 就是說 你刷卡之後 他下一期 他回饋給你的是到你的銀行帳戶 然後那個錢是可以提領出來 還可以就是儲蓄 升利息的這一種 或者是投資的 這是大家最喜歡的一種 所謂的 次期回饋到帳上的這個 現金的類型 那第二種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寫到 摺底次期卡片賬單的這一種 它是回饋式刷卡金 它有消費就會有 摺底的這種情形 那當然這種變種的方式也是 呃 應該是目前全台灣 所有信用卡 這種現金回饋類型的 是最大宗的一種 那基本上的話 他都是放到帳上 不會過期 那有些的銀行 他會希望你一直用他的卡片 所以他就會說 你次期如果沒有遮地玩 再下一期就沒了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說 如果你有 申辦類 此類似 形態的卡片 你就一定要一直刷一直刷 如果你覺得壓力很大 那你就不要用它 那第三種不同的類型 是這邊的 帳戶累積型 帳戶累積型的意思就是說 你刷卡之後 累積到的點數 其實是放在帳上 它不會去做任何的摺底 那它也許有這個所謂的 累積期限 有的通常是兩年或三年 有的是沒有 就是你卡片 只要一直有在帳上 它都會 一直有效的情況 它會一直就是 可以一直累積 然後不會過期 所以這是 這三種不同的主要的類型 就是整理給大家參考 那各種類型 其實都有不同的喜好者 尤其是 這一次的詩小姐 她就是 懂那一千塊給寶可夢 希望寶可夢介紹 是No.3的這個類型 我其實也蠻好奇 就是 Why 為什麼呢 因為 這種優惠的回饋幅度 其實不見得會比較好 而且它的限制數量比較多 但是為什麼詩小姐 反而喜歡這種帳戶累積型的 我就不懂了 但是呢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有這三種不同的類型 可以讓大家做選擇 那我們接下來要針對 這三個不同的類型 來推薦 市場上有沒有哪些 不錯的信用卡 可以讓你使用 那 先從No.3開始講 賬戶累積型的 有哪些呢 我們來看一下 No.3 賬戶累積型的信用卡 這次一共推出了 8張信用卡 給大家參考 第一張的話是 我們國內現金回饋卡的 原始的10組 就是 花旗的現金回饋卡 但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回饋率只有0.5% 國內外的部分都是這樣子 它是 它的玩法是說指定通路 加碼最高2% 但是這一些的話呢 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其他的卡片 那 這張卡片的話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點數在帳上永遠都有效 但是呢 它目前需要每300點為單位 才能夠進行累積 就是進行兌換的部分 好 大概是以300為單位 300、600、900來 在折抵賬上金額 因此 如果你是低於300點的話 你是不能夠兌換的 那你如果減卡的話 它就會失效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要特別去注意它的門檻 那第二張的話呢 是這個 星光的還餘現金回饋卡 你可以看畫面就知道說 其實這張卡片 最近在Facebook 常打廣告 你好常就是 在滑一滑的時候 就會看到星光銀行下了這個廣告 我不懂為什麼 因為 這張卡片的回饋率的話 我個人覺得 還好 就是說如果你是新戶的話 你可以拿到比如說Family Pay的 最高10% 或是其他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單純的刷卡 就是股內1% 那它的點數呢 累積在帳上 不會自動折抵 那麼 你要每50點位單位來 帳上就是進行兌換 比如說打電話給客服 或者是在網銀上面做兌換 所以這部分的話 它也是屬於帳戶累積型的 不會主動把你兌換 第三張的話 其實也是目前就是 渣打現金回饋預期卡是 當紅炸子機 然後也是回饋率算是 輸出率還不錯的卡片 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一張 賬戶累積型的 這個所謂的 現金回饋卡 那也許這張可以考慮 因為它就是 1.88不分台內外 就是直接這個點數回饋 那它是終生有效 只要你這張卡片沒有剪卡的情況之下 在你帳上的 這個所謂的現金點都不會失效 那它必須以每25點為單位來兌換刷卡機 哇 比起前面的300或是50 我覺得25反而變得就是 還蠻有吸引力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中間還是有一些 微妙的差距 不同的卡片有不同的玩法 那來介紹第4到第6張卡片 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第4的這張是現金回饋預期卡 是匯豐的 那它的話主打的是 國內1.22海外2.22的部分 那它的點數在信用卡裡面 都是終生有效的 但這張卡片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匯豐也知道自己的回饋率 不是那麼的有競爭力 所以它自己有在自己的產品上面 有做權益升級 比如說它一開始是可以讓你兌換 4大什麼平台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購物金啊 像PC用或者是樂天之類的 那你兌換去這個平台的點數之後 你的點數可以放大20% 這是它的這個所謂的 遊戲的玩法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是它最近又做了一個升級的部分 是你的現金回饋 預期卡的這個所謂的現金點的回饋呢 原本是直接折抵刺激帳單 但是當你有了新的不同的選擇 就是可以選擇兌換到那個所謂的平台的購物金之後呢 它就變成說你可以自選 自動折抵或者是放在帳上的部分 那甚至最後最新的這個就是 一點的現金回饋還可以換兩里的部分 這個里程 然後你還可以兌換到不同的這個里程計畫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它是越來越多元了 也是蠻有趣的一張卡片 所以說你的現金回饋 你可以選擇放在帳上 或者是自己折抵帳單 這張卡片都有提供這樣的回饋 那第二個的話這是凱基 這上面沒改到 凱基銀行的這個模放卡的部分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的回饋率就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它之前主打的其實是這個所謂的看電影100%回饋 但是有好幾個門檻有這個所謂的3000塊的門檻 然後還有這所謂的3萬塊的門檻 8000塊跟3萬塊的門檻 其實都蠻高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刷很多很多的錢在這張卡片 然後你拿去看電影才有可能有100%的回饋 但是它100%回饋也不過才回饋600點 就是看600塊的電影 然後就是600就是有這個銀行幫你出這樣子 那它的回饋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說它回饋你的是它的現金點 那這些現金點呢 它在你的帳上不會失效 但是它必須以每300點為單位來兌換才可以 所以它也算是蠻高的門檻 因為我覺得像300的 這種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好使用的卡片 那最後的話就是 第六張是華南旅鑽商務預期卡 這個在4年前5年前推出來的時候 非常的驚人 因為它的國內是0.8 海外的話好像是1.5 1.6 其實都很高 那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它需要有一定的財力證明 比如說年收100萬才能夠辦得下來 只是說最近很多很多的信用卡都推出國內2% 甚至有超過2%的卡片出來 所以這張卡片就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有吸引力 所以目前的這個網路聲量是比較低的 但是呢 它一樣有這個特色就是點數是終身有效的 那你這個卡片要持續的就是有效者 它你的點數才會持續的累積 那至少是以每50點來做這個所謂兌換刷卡鏡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累積到50點 那你也是換不出來的 好 這是第四到第六張 接下來要介紹的兩張信用卡 我個人覺得 雖然說它是帳戶累積型 但是它已經不太像是現金回饋卡 但是它可以換刷卡鏡 所以我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七跟第八名呢 第七跟第八張信用卡 是遠銀Banky卡跟遇上Only卡 好我們來先看遠銀Banky 遠銀Banky主打的是國內1.2海外3%的金贊點回饋 那這個金贊點可以用50點為單位來兌換50元刷卡鏡 然後甚至在每個月的這個所謂的點數倍數放大的活動裡面 你只要有存到相對應的金額或者是有糾團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拿到這個點數的最高10倍放大 也就是最高是12%回饋啦 但是它那個兌換的這個所謂的品項 其實也是我個人覺得只有刷卡鏡也有點少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也提供大家參考就是 至少最低最低就是有50點可以兌換50元刷卡鏡 所以它也類似是帳戶累積型的信用卡 那再來的話呢是遇上Only卡 你會覺得說遇上Only卡不是紅利點數嗎 你錯了它可以換現金 所以我覺得換算成現金回饋的話 這也是遇上一直主打的 就是你心護身辦就是等級三起跳 那紅利四倍往回推大概就是1.6%的這個現金回饋 其實也是不輸這個所謂的1.88%這個渣打 其實也是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喜歡累積紅利點數 但是你又想要這個點數現金雙期的這個功能 其實遇上Only卡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只是說你如果要對換里程的話 其實在2020年這張卡片就不見得是首選的 因為你要累積到等級4或等級5 那麼你來兌換這個航空公司的里程比例 才會比較好看一點 等級3的話就覺得不太推薦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來兌換這個刷卡金 每100點紅利來兌換10元刷卡金 那麼換算起來國內就是1.6 海外就是3.2的部分 就是等級3 所以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喜歡賬戶累積型的朋友有 這8張信用卡可以考慮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要介紹的是 Number 2也就是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怎麼滑不過去 等一下喔 可以了 Number 2是折抵四期賬單的信用卡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信用卡也是我們 國內非常非常常見的一種信用卡的模式 那我這邊也推薦6張信用卡 就是舉例給大家看 那麼你不見得要申辦 你可以去網路上找適合你的 我這邊只是做一個所謂的介紹跟引導 那麼你有喜歡的話 你就是在網路上去找相關的資訊來申請即可 那第一張的話其實也是剛剛講到的 我匯豐獻金回饋預期卡 因為它有這個所謂的 兌換跟累積雙期的功能喔 所以一樣就是國內1.22海外2.22 那麼持卡期間呢 一樣是終身有效 可以自動折禁赤禁賬單喔 那第二張的話是賬儀買的卡 我覺得這是今年爭議度非常高的一張卡片喔 怎麼說 因為他在下半年他把他的權益 就是加碼權益提升為7% 但是呢 這7%需要搶喔 就是每個月前7000個名額 然後我這個月7月1號去搶 我就發現 好難搶喔 居然就是登不進去 然後登了兩個小時才登到 我覺得下個月應該就更難登 所以這張如果沒有登到 我是絕對不會拿出來用的 所以也是提供大家參考 就是它的這個所謂的加碼的7% 它當然是沒有所謂的折抵 這個限制的問題 但是它的基本回饋 0.5到這個海外加碼3.5的部分 其實都是有限折抵4月賬單 這個非常非常嚴苛的條件 因為你不刷就沒有回饋了 它會自動折抵自己賬單 但是它都是要折抵下一期的賬單 你一定要有消費 才能夠一直拿到這個回饋金 不然都是放稅流 這是我覺得蠻嚴重的問題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 第三張的話是玉山Uber卡 玉山Uber卡在2020年呢 它的回饋率變成國內1% 那個網購的部分3.8% 上限一樣是600 那麼在超商5% 然後指定通路看電影是20% 所以你不能夠再去維修就是儲值了 這個優惠已經就是 這大門已經關起來了 去年沒有用到的 今年就沒有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所以這張卡片呢 它比較特殊的一點就是 它的持卡期間終身有效 然後它是當期就直接折抵 當期賬單 不是次期哦 比如說你是7月份結帳的 7月份的賬單上面就會扣到 看到這個信用卡的刷卡回饋金 已經被扣掉了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回饋率變差了 但是呢 它的這種回饋機制還是 承受消費者喜愛跟青 喜好跟青睞的這個部分 因為真的是還蠻 蠻友善的 就是這樣子 那第四到第六張卡片呢 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 新展的現金卡 就是 1.2%國內 那 聽起來好像還好 但是呢 它還是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 持卡期間終身有效 再來就是 自動折抵賬單的金額 所以這個也是 呃非常不錯的 那 再來的話就是 台北富邦J卡 這個是現金回饋的部分 那台北富邦J卡 它的優惠的部分呢 它有分兩種 一個是 Jpoints點數 然後一個是 現金卡的部分 那現金的部分 它沒有做加碼 所以它只有一% 如果你喜歡點數的話 你應該要去辦它的 這個Jpoints卡 就是最高是 國內3% 那這張卡片的話呢 在國外 就是只有日本地區 就是3%回饋這樣子 好 那現金回饋的部分的話 其實以前聯邦 呃 以前這個我們的台北富邦 也是有這個規定高的 只是說 大家靠背了好幾年之後 他們終於在自當卡片 新上市之後 就改了一個規定 就是說 就是你的這個賬 本來現金回饋的部分呢 原本是次期就會沒 就沒了嘛 那現在就改成說 6個月內都可以慢慢抵 所以你就沒有那麼大的壓力說 我的這個現金回饋 又被銀行收走了 不會 那它是自動折離帳單 但是你就是6個月內 一定要有新增消費 才能夠全部抵掉 如果沒有的話 就等於是送給銀行了 那永鋒現金回饋JCB卡呢 也是我目前很推的 因為它在網購最高6% 好 這個我在很多節目 都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來單刷卡 基本上就是只有國內1% 就比較差一點 海外2%這樣子 10卡期間呢 終身有效喔 那它會自動折離下一期的賬單 所以你也不用去擔心說 欸 到底這個 點數會不會被收尾 其實不會 所以這邊介紹這6張卡片就是 我個人覺得 也是台灣具有這個所謂的 代表性的信用卡 那麼 現金回饋率至少都有 0.5到1%以上的這個表現 那好的不好的都跟你講了 你就自己去挑選 適合自己的信用卡來辦這樣子 再來是 No.1 也就是大家最喜歡的這種 類型的這個卡片呢 在這邊 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噤噤 次期回饋銀行信用卡 帳戶之卡片呢 一共有三種 那通常像這種 卡片的話我覺得 有一點比較重要 要提醒大家就是 因為它會回饋到你的帳戶 所以會給你的帳戶 做一個綁定的動作 所以它就不是單純的信用卡 這麼簡單 它必須要綁定數位帳戶 像我現在講的這三個 數位帳戶品牌都是一樣 就是 第一名是這個 永豐大戶 那它就一定要先開大戶數位帳戶 之後再來申請 這個 這個永豐現金回饋預期卡 這個所謂的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你才能夠拿到 國內2%海外3%的回饋 那它會次期回到銀行的帳戶 你就會看到有這個 所謂的像類似利息的這種前進來 你感覺上就會非常好 它是可以提領的現金喔 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第二個卡組 是台信銀行的Retra系列卡片 好 左邊是MIT卡 這RGOGO的 右邊的話是Flygo卡 好 那它就是國內至少1% 指定通路加碼最高到6% 這個之前有寫文章 跟拍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一下這樣子 那它也是四年前推出來的信用卡 好 那這整個產品的規劃設計其實是都很不錯 所以 它主打的就是你綁定銀行帳戶之後 你的刷卡回歸金 它其實是變成現金到你的帳上 這也是開了國內的這個所謂的信用卡 這個回饋到帳上的先河 所以Retra的產品也是蠻有競爭力的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它一樣是回饋到銀行帳戶 並且是可以提領的喔 第三的話呢 其實大概是三年前推出來的這個Coco 國代市法的CocoCombo卡 它一樣會綁定你的Coco帳戶 所以你的刷卡回歸金 它是回饋到你的帳上 那它的玩法就比較特別 就是說 一般國內只有0.3 但是如果你是指定的網購通路 最高可以來到6%回饋 最高是5%啦 那它的前提的話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新增消費5000元 才能夠拿到這個所謂的5%加碼 所以它等於是說 你的刷卡消費在5000到6000的這個級距裡面 可以拿到5%回饋 但上限就是300 所以回推就是6000啦 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這個天花板門檻低了一點 但是如果你本身刷得到的話 倒是可以考慮拿來使用 所以這是我們No.1的次期回饋銀行信用卡的這個三張卡片介紹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要跟大家講最重要的就是 欸 魔鬼其實藏在陷阱裡面 你如果要使用這些陷阱回饋卡 是否有哪些特別要注意的陷阱呢 好 寶可夢每次上這個 動森財經那個阿關的節目啊 他每次都叫我說那個 欸 到底這個活動都講這麼好這麼好這麼好 到底有沒有什麼就是 驚人的陷阱藏在裡面喔 那後來我就覺得 欸 我以後做我自己的影片 我就會慢慢把這些東西加進去 因為這可能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好 不要永遠都只講銀行的好 好 他的條款裡面有很多的陷阱 也一定要揭露給大家知道 好 所以這邊呢我也準備了幾個 好 需要注意的事項提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 入土為安 啊 不是啊 是你的刷卡機呢 可以入貸為安是最重要的 好 也就是說 像在這個 我的所謂的行動準則裡面呢 我會覺得No.1的這種所謂的 次期回饋到帳上的現金這一塊 是我最推薦的 因為你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你只要有刷 錢就會進來 那你不用去擔心說 欸 我是不是還要再多刷好幾筆 然後那個刷卡回饋金才不會被吃掉 這部分的話呢 入土為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信用卡公司入土為安 但是包括我們的粉絲朋友呢 刷卡金要入貸為安好不好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選擇的是帳戶累積型的卡片 它比較重要的是 它的點數在帳上是否會過期 有一些在帳上就是像 星光的環宇現金回饋卡 它就是兩年之內要把它抵掉 不然它會過期 那有一些的話 像渣打 現金回饋型卡 但是放在帳上會一直有效 你只要卡片不要停卡就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你要特別去注意 如果你喜歡的是帳戶累積型 你就要知道 你的點數怎麼會過期 然後在那之前要把它使用完畢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現在台灣信用卡界的競爭非常的激烈 所以他們每半年權益就會改變一次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大概半年左右 就要去檢視一下你的卡片的這個權益 是不是有縮水了 有縮水的話就 以前別鏈就換卡吧 如果沒有的話你當然可以虛用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三點 現金回饋入貸為安永遠最重要 第二是如果是帳戶累積型的 注意點數是否有期限 或者是折抵次期賬單的 是否有要求你一定要做新增消費 這個都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第三就是每半年檢視一次你的卡片 所以這個是我提醒大家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我相信今天這樣子介紹15張信用卡 對施小姐來說應該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吧 也希望今天的現金回饋全攻略呢 對大家都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喜歡的話呢 趕快訂閱寶可夢的頻道 最新最棒的消息 一定立馬通知到你家 如果你也想要 有寶可夢來幫你解答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在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抖內寶可夢把你的問題寫上去 我一樣會為你解答喔 好不好 最新最快的消息就是在我們這邊 最完整最正確就是在這裡 好不好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把這個我們的影片 公開按讚留言分享出去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台灣信用卡 台灣的現金回饋卡 到底要怎麼用才能夠A到最多好康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